在香港空城人员飞行员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呢 大家好我是大哥 由于最近几年航空业的发展受限 空城的待遇也发生了不少的变化 我们以亚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国泰举例说明 如果每个月能完成90个小时的飞行市场 每个月可达17000元 从香港的各个行业收入情况来看 这个收入不算很高 但是对于空姐的要求并不低 首先除了英语和粤语以外 还需要会一门其他的亚洲语言 另外摸高需要208公分 那飞行员的工资相对还可以 根据美国Payscale公司统计的 香港飞行员平均年薪在100万以上 那人在内地如何到国际航空工作呢 那每个航空公司的要求都会不同 第一以空姐为例 一般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每年国际的航空公司 会在内地开招聘会可直接报名 第二种通过一些中介机构 获得面试和就业机会 飞行员的话一般在国际航空 以境外招聘为主 那其他的与机场相关的职位 各个航空公司也会在官网上 发布招聘的需求 如下面的国泰的三个职位 就是目前正在招聘的工作地点为北京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到各个航空公司的官网去查询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帮我点赞哦 关注大哥带你了解更多香港资讯